三种养心水 每天喝一杯养好心脏 悄悄惊艳所有人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三种养心水 心脏不好的朋友 听之前一定要点上小红心收藏起来 这第一个就是玫瑰花茶 玫瑰花可以有疏肝解育 缓解体内气质血瘀的症状 如果体内的气血通畅了 瘀血自然就慢慢的化开了 所以常喝玫瑰花茶 可以有助于预防动脉硬化 更好的改善气质的情况 喝了它你就不发脾气不生气了 第二 虫草花茶 它不仅可以护肝护肾抗氧化抗衰老 还能够降低血压滋养肝肾 根据现代药理学研究 它可以抗菌消炎镇静的效果 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第三那就是红茶 红茶可以暖胃 但是不能喝过浓的红茶 因为红茶性温 所以能帮助我们体内提升阳气 加速血液的运行 有利于增强身体的新陈代谢 促进身体发汗和排尿 能够缓解疲劳 另外红茶中含有甲元素 类黄酮 它具有抗氧化的作用 可以有效的预防新衰 你都记住了吗 五种食物最毁血管 切记要远离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第一种呢 就是咱们平时不太注意 但是呢 好多人都一直在吃的小零食 大家打开那个配料表去看一看 如果里边含有人工黄油啊 起酥油脂啊 脂脂末 这些反式脂肪酸 这些食物吃的时候 特别容易让人长斑块 对身体危害是很大的 第二种食物就是高糖的食物 和含糖的饮料 有报道啊 十几岁的孩子就出现了高血脂 哪来的 常年的喝饮料 喝出来的 第三种食物呢 就是动物内脏做的这些汤 因为原材料里边含的脂肪量比较高 如果你已经有血脂膏这个趋向了 那你最好少吃这些汤 第四种食物就是高盐的食物 盐吃的多了 就会让你的血压升高啊 这些情况 第五呢 就是酒 古人讲 少饮为贵 多饮活受罪 这样对血管的危害就非常大 这条视频呢 希望能够帮到手机前面的朋友 如果我们能做到戒烟 现酒 平时多吃一些新鲜蔬菜水果 适度的摄入粗粮豆制品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人体自带着四种宝药 全在手上 长按这几处非常有好处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我们的手上啊 有四个穴位 经常的按摩呢 好处特别的多 这第一个穴位啊 就是我们的劳宫穴 手掌自然的握紧 中指所对的地方 就是劳宫穴 劳宫穴呢 是心经上的穴位 有心脑血管方面病症的人啊 多按这个穴 它可以让我们身体气血 更能够充足 第二个穴呢 就是神门穴 我们的万恒纹 小手指端这个位置 就是神门穴 顾名思义啊 它是神出入的地方 所以它有安神定制的作用 改善我们睡眠的质量 像心烦心慌健忘头晕 都能够通过这个穴位去改善 第三个穴位呢 就是内观穴 万恒纹下三指这个地方 内观穴呢 是一个止疼的穴位 它可以改善我们手臂的疼痛啊 头痛啊 以及降胃气的作用 对晕车呀 恶心呕吐都有缓解作用 第四个穴位呢 就是在万恒纹下面四指的支勾穴 这个穴呢 是一个通便的穴位 对于心脑血管的人来说 通便让压力减轻了 对心脑血管 可以起到一个缓解 不发生危险的最重要的途径 所以这几个穴位对我们身体的健康 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好处 多去按一按 你记住了吗 低密度脂蛋白4.8 降到2.2 做好以下三点 很管用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低密度脂蛋白从4.8 降到2.2 其实这事并不难 记住以下三点就够用了 前两个月有位粉丝朋友通过平台 把检查报告发给我 报告上显示呢 它的低密度脂蛋白是4.8 想让我通过中药条理来降下来 我详细的了解了这位患者的情况 给他叮嘱了三点 第一呢就是养成低盐低糖低脂的健康饮食习惯 这是基础 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粗粮 要补充蛋白 比如说鸡肉啊鱼肉啊 这些蛋白质丰富 脂肪含量低的肉类 尽量或者是不吃肥肉 那样才能够达到降脂的目的 第二点 坚持运动 最好是有氧的运动 比如说快走啊 但是要注意保护好膝盖 两个月呢 他瘦了十斤 最重要的一点 他是作息时间规律了 绝不熬夜 这第三点呢 就是吃中药 通过我给他开的中药条理 把自身的体质 血液的状况都给调理好了 改善了身体的代谢循环 记住这三点 管住嘴 迈开腿 用中药条理 复查的时候 他的报告显示降到了2.2 作为医生呢 发自内心的为他感到高兴 关心病不能乱停药 关心病的患者 一定要记好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关心病的患者啊 需要长期服哪些药呢 这个问题啊 在就诊的患者里边 会经常问到 那这个问题本身呢 在中医文化里边 是不成立的 说自古以来 有服药时间比较长的 有丸剂 酒剂 可以便于长期服用这些药物 只能说 现代医疗在退步了 但回到现实里边 有关于关心病 或者是出现心脑血管方面疾病了 经常患者会问 所以我这西药停不停呢 总的用药原则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也是针对我所有的这些患者朋友们 叮嘱的一件事 这么重要的事情 在详细讲解之前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 好好的看 需要注意这些内容 第一呢 就是所有的西药 包括你吃的这些抗血栓的药啊 抑制血小板凝集的呀 避免血栓形成而堵塞血管的这些药物 比如说像帕丁类的 像阿兹匹林 这些西药 在你服用中药开始的阶段 一定不要停 不要停 不要停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记住了 因为我们在身体服用这些西药 已经形成了一个平衡 如果你忽然停药的话 是很危险的 这也是来我这里就诊朋友 一定要注意的 当然了 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你刚吃了三天塔丁 而且还有很大的副作用 不舒服 那你就可以在开始吃中药了以后 就果断的停掉它 但有的患者是问 那我这西药是不是吃一辈子呀 不是 当中药起了作用以后 你要时刻观察你的这些指标 在西医专家的指导之下 西药要逐渐量的去减 而不是突然的停 关于中程药呢 有些药可以用于急救时缓解症状的 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血管的新生啊 改善局部的血流量啊 比如说关心病的急性发作期 缓解心脚痛的药物 像射箱保心丸之类的 是帮助我们在急性发作的时候缓解症状的 而不是长期服用 那我们给大家服用的中药或者叫汤药 是在非急性发作期 是帮助你补充气血 经络畅通 这样你才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 不再发生淤堵的现象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雨昊教授 从事中医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诊疗工作 已经40多年加入这个平台 是为了给大家科普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知识 希望大家可以把我的视频分享给你身边 有心梗脑梗关心病血管堵塞 颈动脉斑块高血压高血脂 这些心脑血管疾病问题的朋友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 尽管告诉我 我会在闲暇时间给大家做解答 关心病来临时身体的三大信号 你一定要知道 治病不如防病 防病必须懂病 关心病的发生是一个日积月累漫长的过程 很多人对关心病的早期症状 没有辨识的能力 等到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很严重了 针对关心病我们要做到三早 就是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关心病早期 身体的三大信号 第一就是斑块和关心病危险因素 低密度脂蛋白升高了 同时还伴有着胆固醇压 甘油酸指这些升高 没有被重视 这就是潜伏的一个冠心病的原因 第二就是高血压 高血压突然莫名其妙的升高 引起头晕耳鸣这些症状 高血压也是冠心病因素之一 第三疼痛 如果出现像胸骨后或者是心前驱的闷痛 甚至呢是紧缩样的疼痛 有的患者呢还会出现左肩向左上臂放射样的疼痛 甚至有引起后背的疼痛 持续时间大概是三到五分钟 休息以后呢可能自行的就缓解了 但这样的情况反复的出现 这就是给你一个信号了 以上三个信号你记住了吗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好消息血管狭窄超过50%了 一分钟告诉你怎么办 大家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从事医疗工作40多年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血管狭窄的问题 如果血管狭窄不干预的话 最后的结局就是造成了血管的堵塞 关心病脑梗 那血管狭窄是心脑血管病的主要病因 要想预防心脑血管的疾病 血管狭窄是一定要干预的 是可以通过中西医结合控制它的发展 甚至斑块是可以消失掉 这个视频呢看明白了 对你防病治病是有好处的 大家可以点个小红心 不然下次你就找不到了 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疾病 像血脂高 斑块 动脉硬化 血管狭窄 关心病 心脚痛 头晕 胸闷 气短 这些心脑血管的问题可以点我的头像 跟我打招呼 我来和大家来聊一聊 得了脑梗 你可以放心了 新方案来了 14.3亿人中 你能刷到这一条视频 那咱们就是缘分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擅长治疗脑梗 脑梗后遗症 脑出血后遗症 颈动脉 斑块这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如果你有这些疾病的困扰 一直没有得到改善 饱受折磨 今天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的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缓解 现在呢 网络连通千家万户 为方便远在外地的朋友 普及更多的健康知识 每天会在平台上进行科普 现在呢 也已经开通了远程问诊的服务 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 可以双击屏幕 给我点上小爱心 你的问题告诉我 我看到以后 根据你的情况 帮你辩证分析 找到病因 给你制定最佳的条理方案 心脏不好 浑身没劲 教你三招 养好心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三个小方法 可以帮助你养好心 来改善浑身没劲的这个症状 夏季呢 是尤其养心的季节 这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要调整饮食 多吃一些含有蛋白质 维生素含量多的这些食物 比如说瘦肉啊 鸡蛋呢 多补充蛋白质的好的方法 也可以喝一些像 古物类的小米粥啊 粥里边还可以加点像山药 红枣 来帮助你恢复气力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要多做深呼吸 这样的运动 少做一些快节奏的 像竞技运动的这个项目 夏天的时候出汗都比较多 你不要大汗淋漓 过量的运动 对夏季的养生不好 比如像大球 第三呢 多吃一些苦味的食品 不要以为只有补才是养 苦味来养心呢 像食物里边的苦瓜呀 都可以在夏季的时候 有清火清新的作用 心脏不好的五大表现 如果一个都没有 说明你心脏很健康 第一运动过后胸闷气短 有明显的心前趋疼痛 憋闷 而且伴有明显的呼吸困难 感觉很严重了吧 去做心脏或者肺的检查 还都正常 但这已经是心脏 向你发出了求救信号 第二 纹身没劲 感觉走路发飘 就像采棉花似的 没有劲 回来就想躺着 不是懒 就是没劲 身上缺乏了原动力 任何事情干起来不想干 缺乏激情 缺乏干劲 我们老百姓说 没有心气了 第三就是心身不宁 失眠 睡不着觉 越躺着越睡不着 而且心情很烦 这种情况 千万别长期的忍着 第四就是突发昏厥 突发昏厥这件事 可能会有多种原因造成的 其中一点 有可能是因为心脏的原因 心梗伴有着肝呕的症状 真的不是胃的问题 一定要引起注意了 第五呢 经常会出现 枣薄 心率失常 如果以上五个症状 有一个都要 及时的到正规医院救诊 心脏支架到底是救人 还是害人 有下面三种情况 是属于过度治疗 首先呢 我想告诉大家 支架是用来急救的 如果是急性的心肌梗死 时间就是生命 越早做支架 心肌的挽救范围就越大 预后就越好 但是支架不是用来治疗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以下三种情况 就属于是过度的治疗 第一啊 患者完全没有症状 只是做了一个冠状CT后 发现血管呢 有狭窄了 有可能是超过75%了 那就被劝说 赶紧做支架吧 告诉你 不做的话 会有护死的危险 这种做支架的意义 就值得商榷了 从小品里我们也看到过 被讽刺的这种现象 第二 虽然有堵塞 但是心脏压根就没有 这根血管堵塞 发生供血不足 仍然呢 能够得到充足的供血 这种情况呢 像一些老人的血管 就是一个长期逐渐狭窄的过程 人体呢 有充分的时间来保护自己 建立侧肢循环 带肠主血管的供血 保证心脏的正常功能 在这个时候啊 要及时的干预 保守的治疗 就缓解了狭窄的生成 第三呢 就是稳定性的心脚痛 比如说这个月和上个月比 心脚痛发作的严重程度啊 还有频率啊 经过药物的治疗以后 严重的程度差不多 或者是更好一点 这种情况就属于稳定性的心脚痛 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这种情况就可以用很多其他的干预手法 去控制和治疗 不要一上来就去做支架 所以再次强调 支架是用来急救时候用的 它不是一个常规的治疗的手段 而且呢 你想想这个支架本身就是金属的异物 长期的留在你的血管里 也会有血栓的风险 所以我们要针对患者的不同情况 全方面的去考虑 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 正常的心跳 每分钟多少次为何 我用这个视频告诉你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正常的心跳 每分钟多少下呢 现在摸一下自己的脉搏 数一下自己的心率 看看是多少次来告诉我 当然了 有的朋友说 我赶紧去拿仪器测一下 那上显示着多少次呢 现在的仪器都清晰的显示着 你的心率是多少 正常的心率 到底每分钟跳多少次为好呢 目前呀 认为比较理想的心率 是在50到70次之间 越接近60次是越好的 如果超过了90 就要排查一下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问题了 当然了 如果你低于40的情况 心动过缓也是有问题存在的 要排查一下 手麻反映的身体问题 80%的人都不一定知道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经常有粉丝朋友会问 手麻是怎么回事 其实呢 引起手麻的原因会是很多的 今天呢 我就一次性的告诉大家 赶紧自检一下 从疾病的角度来说呀 有一小部分的人 是因为心脏的原因造成的手麻 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是单侧 而且是在左侧 是在我们的小拇指方向 它会同时伴有着胸前躯 或者是后背的不舒服疼痛 单侧出现麻的情况呢 还多见于颈椎病 颈的六七 压迫了神经以后 产生的这种情况 双侧的很少见 如果双侧是颈椎引起来的话 那就是很严重了 已经到了手术指针的这个程度了 如果你是双侧麻的话 还要排除一种情况 那就是腕管综合症 这个需要你到医院做肌电毒的诊断 那从中医辩证的角度来说 只要你是麻呀 就是经络不通 麻比疼要严重 如果是有一点点麻 表明的你这个气还能过得来 但是血过不来 如果麻的很厉害了 表明着你这气血都过不来 气血不足是麻的主要原因 那在治疗方面呢 我们就要补益气血 让经络畅通解决这些麻的现象 现在呢 你不用在东奔西跑的寻医问药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一浩教授 帮助很多的脑梗患者 恢复健康 重新找回生活的喜新 如果你也下定决心 要摆脑脑梗的困扰 你可以关注我 把你的具体情况发给我 我会根据你的情况 给你进行专业的指导 教你一招 关心病一天比一天好 不花钱但费力 你肯出力吗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今天教给大家的这个小妙招啊 可以改善关心病 特别是心脚痛疼痛的症状 大家可以点上小红心 接着听我往下说 这个妙招呢 就是关心病心脚痛疼的时候啊 背后有一点至关重要的血 就叫治阳血 这个血呢如果把它点到了以后 解决心前驱的疼痛 效果特别的好 怎么去点呢 尤其是自己疼痛的时候 旁边又没人 那你怎么去达到这一个效果呢 有这么几个小招 比如说你可以准备一个球硬一点 你放在床上也好 或者贴在墙上或者门上 可以够得到你治阳血 这个位置的地方 经常的去揉按 通了这个血 对解决心前驱的疼痛 效果就很好 每天只要动动手 轻松远离脑梗 随时随地都能做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呢 教大家两个动作 特别是中老年人要常做 发生脑梗风险 就会降低一半 一定要记住啊 这两个动作的组合呀 是一鼓一泻 第一个动作呢 是让你的元气 能量更充足 这个叫握护的方法 把你的拇指钻在你的四指之中 这样去钻 这是我们增加人体能量啊 补充元气的一个很好办法 无论你是在走路的时候 或者是手指指要闲下来的时候 你就这样钻着 钻紧一下 松一下 这样对我们身体的能量的补充 是一个特别好的手的姿势 第二个方法呢 也是用手来畅通我们的经络 尤其是把手的这个经络打开了以后呢 对脑通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我们的手指啊 给它插上 然后呢 把手的两个余迹对上 要给它按紧了 加住了手指的这些穴位呀 让它更加畅通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好好地练一练 记住了吗 每天按揉三分钟 心脏多用十多年 这样的好事 你不坚持做吗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想要心脏健康不罢工 平常可以多按这 下面三个穴位 不吃药不打针 只要没事的时候 就用手按一按 揉一揉 能帮助我们养护心脏 防止心血管的危险发生 这个视频呢 很关键 错过了 损失就大了 大家可以点上小红心 收藏起来 防止滑走以后 找不到了 这第一个穴位呢 就是极拳穴 在夜窝的最深处 在这里呢 是夜动脉的搏动处 是心经的源头 心经呢 从极拳穴开始 逐渐的向下 贯通整个经脉 经常会有胸痛啊 喘气都费劲啊 心慌这些症状 可以多按一按 这个穴位 第二个穴位呢 就是内观穴 是在我们的万恒纹上 两寸的地方 在两个经之间 这个位置 是守绝因心包经的 常用的疏穴 经常按揉这个穴 可以预防心脏 出现问题 缓解疲劳 安定神志的功效 第三个穴呢 就是弹中穴 是人体重要的穴位之一 在前正中线 两乳头连线的终点 它有行气 化淤 欢心顺气 疏通筋脉 这些作用 平时如果感到肺气不足了 会有心慌 气短 就多按一按 这个穴位 气就足了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多揉一揉 帮助我们养护心脏 但是如果你的心脏检查 已经出现了问题 那就不仅仅是要养的问题了 还需要 及时的就医 辩证开发 搭配上汤药一起用 效果才能更好 如果你的心脑血管 反反复复的控制不住 不要到处去问了 你的苦日子熬到头了 不管你是什么 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病程有多长 有没有做过手术 以上的这些问题 都不需要再担心 可以和我来说一说 你的具体问题 到什么阶段了 目前是什么情况 我来帮你解答 每天按揉三分钟 心脏多用十多年 这样的好事 你不坚持做吗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想要心脏健康 不罢工 平常可以多按这 下面三个穴位 不吃药不打针 只要没事的时候 就用手按一按 揉一揉 能帮助我们养护心脏 防止心血管的危险发生 这个视频呢 很关键 错过了 损失就大了 大家可以点上小红心 收藏起来 防止滑走以后 找不到了 这第一个穴位呢 就是极拳穴 在夜窝的最深处 在这里呢 是夜动脉的搏动处 是心经的源头 心经呢 从极拳穴开始 逐渐的向下 贯通整个经脉 经常会有胸痛啊 喘气都费劲啊 心慌这些症状 可以多按一按 这个穴位 第二个穴位呢 就是内观穴 是在我们的万恒纹上 两寸的地方 在两个经之间 这个位置 是守绝因心包经的 常用的疏穴 经常按揉这个穴 可以预防心脏 出现问题 缓解疲劳 安定神志的功效 第三个穴呢 就是弹中穴 是人体重要的穴位之一 在前正中线 两乳头连线的终点 它有行气化淤 宽心顺气 疏通筋脉 这些作用 平时如果感到肺气不足了 会有心慌气短 就多按一按 这个穴位 气就足了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多揉一揉 帮助我们养护心脏 但是如果你的心脏检查 已经出现了问题 那就不仅仅是要养的问题了 还需要及时的就医 辩证开发 搭配上汤药一起用 效果才能更好 气出来的毛病 教你四招把气排出去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很多人这一生气 就容易出现胸闷气短的症状 还更容易得大病呢 所以今天教你四招 帮你把气排出去 平时特别爱生气的 控制不住脾气的 总是心情不好的 来和我一起锻炼吧 这第一招呢就是 看好我们的手 食指伸出来 这样一个食指的形式指出去 同时眼神呢 还要盯着这个食指 使劲的腕前指 因为我们的食指是干净啊 顺着这个食指就发泄出去 同时要发出一个音来 这个音呢就是 铁鱼连起来发 铁鱼怒目元睁 把这个气就炸出去了 这第二招 双手交叉 拇指对着弹中穴 使劲的扣肌 前正中线这个地方 扣肌以后呢 很多人也会打嗝 把这气就排出来了 感觉心情就会好多了 第三招呢 就是两手交替的 对着液窝下进行拍打 这个地方呢 是心经发源的地方 拍打以后呢 对我们整体的这个契机 有个调整 同时呢 在你鞋类下 用空气丸进行垂击 梳理你的肝胆经 两鞋类这个地方 第四招呢 最好站立着做 两个手食指交叉 翻到头顶上去 两侧是肝胆经 用力的拉伸 就把两侧的肝胆经 拉伸开了 梳理了肝胆之气 这四招你学会了吗 气出来的节节 打开身上的出气筒 让节节不再嚣张 这条视频呢 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告诉你 节节是怎么来的 第二部分当然就是 节节让他怎么走 现在人们生活 工作压力这么大 情绪呢 没办法去宣泄 导致了肝去医节很多 一方面呢 肝瘀就要气质 气质呢 就血瘀 另一方面 肝气横腻 就会泛脾 再加上饮食不节制啊 伤及了脾 脾须呢 就蕴化失调 弹湿就内生 这样气质 弹湿 血瘀 相互搏结 欲堵在哪儿 哪儿就形成节节 包括肺的节节 乳腺的增生 这第二部分 节节怎么走呢 总体治疗原则就是 松肝里气 再加上散节节的特效药 中药里边专门有散节节的 那除了用药以外呢 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小动作 我们人体的这个出气筒 在哪儿呢 就在你的脚上 太充血 脚的大指和二指之间 沿着骨头顶头这个地方 就是太充血 它是一个出气筒 是肝经上面的重要血点 在睡觉前 可以把这个血位揉按 多揉一些时候 越是肝火旺的人 按的时候会疼 把这个疼给按消失了 按通了 你的肝气一节 也就解散了 秋天的好消息 脑梗有救了 希望真的来了 大家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雨昊教授 从事中医临床工作40余年 今天呢 我要强调一点 入住这个平台呢 为了服务大众 我擅长治疗脑梗 脑梗后遗症的这些问题 从医这么多年以来 见过太多太多 被脑梗折磨的患者 所以呢 更希望脑梗的患者 用小的代价 获得更多的疗效 如果说你在当地的治疗效果 不太好 大家可以找我 我可以帮你对症治疗 争取让大家少跑冤忘入 得到更好的疗效 如果你也支持我 可以点上免费的小红筋 把你的问题发给我 我会为你辩证分析 找到适合你的治疗方案 脑梗不复发 原因就这五个字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脑梗的患者治疗的同时 要注意很好的恢复 那要诀是什么 就这五个字 遵循这五个字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般人呢 还真是不容易做到 第一呢 就是心字 心要静 心里别成那么多的事 再重要的就是你的心态 保持良好的心态 是非常重要的 你的情绪如果不平稳 会对疾病的发生 发展都是不利的 保持住情绪的平稳 就有助于控制住病情 避免情绪激动 引起来的心率加快啊 血压升高啊 这些问题 对脑梗的康复 是非常有帮助的 第二呢 就是动 动是指的运动啊 每天坚持30到60分钟的运动 一周呢 至少要运动五天 你可以选择不同形式的运动 得微微出汗 让身体里边血循环加速 才达到了运动的目标 当然也不要进行太剧烈的运动 动静要结合 如果你行动不便的话 还可以借助着一些支撑物 家人的搀扶啊 来进行适当的活动 一定要动起来 第三呢 就是借子 借什么 解烟酒 烟酒往往是导致脑梗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已经发生脑梗了 还整天的一包一包的抽着 你觉得合适吗 抽烟呢 和喝酒都会增加动脉的硬化 增加高血压的风险 不仅有以上这两届 你知道八届是什么吗 第四是醒 有一句话说 每天要三醒五身 要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检查 看看哪里不舒服了 晚上的时候不仅要醒身 还要醒神 还要自我的检查一下 今天各种的行为是不是正确 尤其是脑梗的患者啊 不仅要检查自己 还要去医院去复查一下 这是必须做到的 定期的复查 对于脑梗的患者和家人来说 要了解各项的指标 至少呢 每半年要进行一次检查 如果某项指标不稳定的话 就要及时的进行治疗 只有稳定的病情 才能防止脑梗的复发 这自行五身 你也要每晚如补课了 第五呢 就是食 疾病往往和饮食密切相关 管住口 在进餐的时候 遵循低糖低脂低盐 这样的标准 多吃一些蔬菜水果 保证营养的均衡 不是说不让吃肉啊 均衡营养 才有助于健康的身体 这五个字啊 很少有人能完全做到 但只要你坚持坚持再坚持 你一定会看到效果